老师的脸庞,煮酒梦二 三 在那之后的第三天早晨 叶子到学校后看到了森老师生病了的通知 放学后,叶子急匆匆地跑向原野 摘了满满一怀老师曾经说喜欢的花 叶子来到了和森老师相遇的桥上 看到对面光子正走过来 你去哪儿啊 光子立刻问道 叶子想,如果告诉他去老师那里 他肯定会说些讨厌的话 于是转耳回答说 去那边一下 就算你瞒着 我也知道 你是去森老师那里对吧 你不能去森老师那里 老师生你的气呢 而且老师很讨厌你 光子盯着叶子拿着的花 更加令人讨厌地说道 哎呀 这是要拿到老师那里的花吗 是吧 老师那里有像小山一样多的 更漂亮的花哟 但是滚热的泪水 还是滴滴答答的落在了水面上 叶子在桥上看了一会儿河水 然后把手中的花树 一股脑丢在水中 头也不回地向家跑去 那天傍晚 孙老师派人把一个小包裹送到了叶子家里 叶子满腹狐疑地打开包裹 里面包着的原来是之前那本笔记本 叶子小心翼翼地翻开笔记本 看到了森老师亲手写的这段话 叶子同学 是时候还给你这么可爱的笔记本了 画画这件事没什么不好的 只不过不该画画的时候是不可以画的 你为我摘了鲜花 从桥上把它们扔进了河里 这些事我都知道 你费尽心思摘的花树 已经被流进我病房窗外的河水 烧到了我的手中 你知道我是多么感谢你的温柔体贴呀 请放心 我的病不过是感冒而已 下个周一 我们就又能在教室见面了 叶子同学 以后请成为更好的孩子 请不要在练习其他事情的时候画画 不论朋友说什么 都请坚定不移地去做喜欢的事情 请成为一个坚强的孩子 就此歌笔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